在医学上,癌是指起源于皮上组织的恶性肿瘤,是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类。 相对应的,起源于兼业组织的恶性肿瘤统称为肉瘤。 有少数恶性肿瘤不按上述原则命名,如圣母细胞癌、恶性鸡胎瘤等,一般人们所说的癌症习惯上泛指所有恶性肿瘤。 那么,在我国历史上,死于癌症的皇帝有几个。 一个,他便是爱心绝罗溥仪。 溥仪登基后,仅在皇位上做了三年,便迎来了颠覆封建社会的心态革命。 他的职业生涯宣告结束,满清沦为了历史的过去时,经历了维满政权时期,乃至新中国的改造以后,溥仪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公民。 1962年,溥仪领取了结婚证,不过,新婚燕耳的溥仪还没有度过蜜月期,便出现了尿血的症状。 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,所以,大夫仅断定溥仪所患的疾病为膀胱热,给他开了几副药,并未做全面检查。 溥仪的病拖了两年,直到周总理听闻溥仪有尿血的毛病后,要求相关部门对溥仪进行全方位检查,这才诊断出溥仪患有膀胱癌。 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,所以溥仪在做完切除手术之后,肿瘤便扩散到了肾脏,在后来的几次手术里,病灶没能被完全切除,以至于溥仪的肾功能衰竭,最终死于肾癌。 为什么除了溥仪之外,历史上在无因癌症而死亡的皇帝呢? 答案很简单,就是1912年之前,中国还没有癌症这个概念,在20世纪以前,虽然有中国发现了癌症,却无法为其定名,且不能查清癌症的治病原理,仅将其归类为疑难杂症。 所以,严格来说,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,是不存在癌症这一概念的,所以我们根本无从得知,在此之前死于癌症的人究竟有多少。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,历史上死于癌症的皇帝数量少,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,其一为许多皇帝荒芸无道,生平放荡风流,在青年时期就已被酒色榨干了身体,失去了生命。 其次,皇帝是古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,有许多皇帝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遭人陷害,死于非命。 虽然,我国古代死于癌症的皇帝不多,但古代皇帝的死法却是五花八门的,例如汉城帝刘傲,就是个死于色情的皇帝。 刘傲宠爱赵飞燕赵和德姐妹,为了能够与这对姐妹花进行,刘傲不需斥巨资,命人前往全国各地搜罗药方,炼制春药。 不久以后,有方氏为皇帝献上一种名为肾虚胶的弹药,这种弹药的效果非常显著,刘傲只需吞服一颗,就能与姐妹二人彻夜狂欢。 某日,刘傲为了追求极致的快感,近一连吞服了七颗肾虚胶。 据说,这天晚上,整个后宫里的宫女都能听见寝宫中传来的笑声,然而缺乏医药知识的刘傲乐极生悲,她的身体根本无法招架七颗肾虚胶的效力,当晚便猝死在赵和德的肚皮上, 正应了那句,牡丹花吓死,做鬼也风流。 刘傲之死虽然怪诞,但却不是特例。 除了刚才提到的那种春药之外,古代春药的种类还有不少,仅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便有五十散,回龙汤,筑琴花,颤生胶,红千丸,俄基苏丸这几种。 历代皇帝中最喜欢服侍春药的便是明朝皇帝。 外国史学家编写的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提到,自明成祖诸地以后,几乎所有明朝皇帝都有贪服春药的恶习,其中明牧宗,明世宗,明宪宗,也都是因为服用过量春药而暴毙的。 找到皇帝之死,有学者曾专门做出统计。 我国历史上,正常死亡的皇帝仅有总数的三分之二,也就是说,超过三成的皇帝是被杀害的。 自秦始皇开始,秦朝有两位皇帝,汉朝有三十一位皇帝,三国时期的十一位皇帝,晋朝有十六位。 五胡乱华时期及南北朝时期,皇帝总数为一百三十七位。 隋朝皇帝有两位,唐朝则有二十二位。 五代十国时期则是五十五位,宋朝十八位,金辽西夏三十五位。 元朝十八位,明朝十六位,清朝十二位。 当然,还有南明、北援等流亡政权的统治者,再加上称帝不足两个月的袁世凯,历代皇帝的总数为四百零八位。 这其中,近一百五十名皇帝或死于非命,或死因扑朔迷离,他们的死亡起因各异,死法也各不相同。 之所以皇帝这个职业有如此高的包庇率,完全是因为封建时期的体制所决定的。 在近乎三分之一的被害率之下,那些正常死亡的皇帝显得幸运无比。 或许,对于一名统治者来说,能够死于癌症,反倒是一种幸福的善终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